接著請許淑華委員諮詢 尋大使監委15分鐘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委員長 委員你好 謝謝 很有精神 我上個禮拜的總質詢 我特別跟院長提到 我的總質詢的內容 大概都會落在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上個禮拜 質詢過的土地的問題 第二個當然就是有關於 在南投中西新村的整體發展 那當然這個因為 為什麼我每次的一個 院會問的議題都很相同 因為必須做追蹤 然後常常我上個禮拜 也跟院長這邊說明過 因為有時候我們首長的異動 包括院長的更迭 常常會充滿很多不確定性 所以光是中西新村的議題 我從毛治國的 我補選那一年 毛治國院長到林權院長 到賴清德院長到您 所以我想在這裡呢 我還是要再繼續 把一個事情做個追蹤 尤其是我看蘇院長 您在2006年的時候 您對中西新村也發表過看法 不曉得您記不記得 您對中西新村是怎麼樣說的 謝謝許委員 上次你提的是有關土地關 沿漢衝突的問題 而對於中西新村 其實許委員可能不知道 我是很有感情的 我初入政壇做八年的省議員 就是跑中西新村 所以對中西新村 我們現在行政院 有相關的這些辦法跟管理規則 就中西新村怎麼讓它活化跟有效應用 應該來做 好院長因為2006年的時候呢 你特別提到就是說 遷都增加公務機關 未必能夠帶來地方的繁榮 如此無法解決中心的問題 地方要繁榮要加強商業跟機能 增加資源跟人員比較重要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這個是你2006年的看法 那當然這個會跟你的前任的院長 會有些的出入 但我並不是要抓你的語病 因為我要講的是說 2006年的你跟現在的你當院長 看中西新村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一樣 那你會不會支持你上一任院長的決定 或者是現在的你會有你新的看法 我只是希望說趕快的在這個時間點 畢竟現在是你當院長 所以你現在未來 在對於中西新村的每一個問題的答覆 或決定都必須要非常的謹慎 因為四年就到了 等於是說如果中西新村 我們在蔡政府的任內 沒有交出一個成績單的時候 或者是有進度的時候 代表我們民進黨政府 對中西新村其實也沒有任何的推動 好 那我現在還是簡單的 再跟院長這邊 再簡短的再說明一下整個的流程 然後我最後還是會請院長這邊說明 你自己對中西新村現在新的看法 或者是承接賴清德院長 他新的財事之後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交代 好 我想在這裡 這個中西新村的歷史院長也非常的清楚 我要表達的是歷經過幾個這個部會 我們國發會雖然最後接手之後 但是從這個過程 也歷經了有文化部在參與其中 或者是很多的單位 可是實際上 中西新村就是被當作一個皮球一樣的踢來踢去 好 最後呢 在賴清德院長在上任的時候 他也要求這個國發會去成立的一個辦公室 那麼正式的在這裡啟用 也有一些不同的計畫 但是呢 因為從十月接手的整個的計畫之後 我們很多的東西必須要進行交接跟這個盤點嘛 那目前呢 預計到六月份 我覺得這時間有點晚 所以這個第一要請院長這邊要加緊獎部來完成 好 那我還是簡單的來講一下現在對於 對不起喔 中西新村呢 大致上我想在這裡簡短再說一下 因為在您當院長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並不是在基層服務 所以我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就我了解是在馬英九總統 他提出了一個愛台十大建設 十二項建設 中西新村是列為一個 把它作為中心的這個 就是等於是高科技研發園區 那大致上的內容就是規劃北核心跟南核心 還有中部 大概就是我們宿舍的一個生活圈 那我們一一來細看現在的整個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我針對這個南北核心跟生活圈的部分呢 第一個現在我們先來看到南核心 南核心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呢 雖然在這個院長 當時有特別在這個賴清的院長的時候呢 他有特別交代就是說 把中西新村的整整筆的園區是兩百多公頃 那他為了為讓南核心這邊可以加速的去開發 所以他那時候呢 希望把這個土地稍微做一個 做一個 這個等於是說 做個變更啦 然後讓南核心的部分可以落實的去推動 這是現有的 部長這邊非常清楚 這是現有的狀況 雖然每一年看起來好像是小有增加啦 但實際上他的招商成果不好 那我們變更之後呢 把土地切出來 本來是兩百多公頃的土地 讓現在把它規劃到 把它更名做中心園區 也就是說 南核心的部分呢 等於是讓它更加密集的 讓北核心跟這個生活圈 可以各自有更多不同的開發的空間 那當時院長你曾經有提過一個 叫做亞洲矽谷的方案 我不曉得這個會不會在這裡 或者是說您會有新的看法 這個是第一個 等一下要請院長回答的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北核心 北核心的時候呢 那時候賴清德院長有特別提到 就是他希望 不管說是用遷都的方式 或者是用活絡辦公室的方式 可以讓更多的人進來 所以他當時做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呢 就對於很多的公務人員 在北部的或者是相關的所屬機關的 做了一個公務人員的意願調查表 你願不願到中心心春來 那麼我在上一次會期的時候 答覆是有八千多位的公務人員願意來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數字 但是調查完之後呢 現在呢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隨著賴清德院長下台之後 這個計畫就無疾而終了 那因為目前現在來看到北核心呢 其實有一些像我們的水保局 他現在辦公廳也開始在那邊啟用 那宿舍開始有一些做小的一些的維修 但實際上這個都算是活化 對於中心心春的整體的發展 實際上是政府還沒有前瞻性的看法的 所以我比較關注的是怎麼樣去做中心心春 這是這個都是目前性的看法 好所以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做了這個調查了 那調查完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再來是什麼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在的北核心的一個改組 現在因為呢 我們北核心有一些的機關要進駐 這些是目前我們政府已經確定要有進駐的單位 就是您院長看到的這些 國土中心還有水保局的礦產署還有這些 那目前還有一些還是有在詢問是說要等到改組之後確定 所以到底是說我們的人員進駐是要哪些的單位進來 那這個會等到我們整體改組之後 我們才會確定嗎 這是第二個問題 好那最後我要來講一下就是有關於這個中部生活圈的問題 因為中部生活圈它的面積是最大的 那它牽涉到很多的長輩居住的問題 那當然在這裡我特別感謝科技部 因為先前我有跟您提到過 我們很多長輩居住的相關的問題 因為你被設定為科學園區之後 它相關的條例必須要符合科技園區的條例 所以我們在這邊中心新村住的大概都是75歲以上的長輩 八成以上都是 但是它的條例就不符合現有 能夠去做一些不管說是老人的長照服務等等的 那這一點我謝謝科技部後來有再配合這個園區做一個調整 就是在賴院長指示之後有稍微暫緩然後重新去調整 但是我要請院長就是特別要折層會服務 要趕快的讓這些的相關的這些的長輩的設施 不管是我們政府的長照的方案能夠趕快的進駐 這個才會是對我們長輩最有利的 好我簡短的對於這個院長 再補充說明因為您本身已經夠了解了 那我剛剛的問題就是我回歸到 就是第一個是北核心的問題 你現在機關的進駐的詢問結果 人員願意進來八千多人 那麼再來呢 那麼有哪些的機關要進來 是不是要等到主改之後才能夠確定 那第二個就是南核心的部分 我剛剛提到了 雖然現在有在招商的成果 但是成效並不好 那怎麼樣去改善 那再來就是有關於中部生活圈的那個長輩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要請院長去幫我們想辦法 就是現在的長輩他居住在那邊很多 他其實有他的如果他的宿舍被收毀之後 他有一些是可能他沒有人能夠去照顧他的 這個也是這個當然不在我今天要質詢的範圍啦 但是我這個還是提醒就是說 這個中部的生活圈他一定要加速的去整建 否則的話我們宿舍的凋零 跟他的修繕的速度非常的緩慢 這個會對我們整體的發展都是有影響的 當地方政府也提出說是不是希望可以由我們地方政府來為 等於是說接管這些速聖某些來做一些商業的這個發展 但我個人覺得我們中央還是要一個一致性的看法 這個要保存中心新春的這個完整性啦 好最後還有一個就是交通的問題 因為最早政府在規劃這個中心新春的時候呢 你知道南投縣的整體的交通狀況不是那麼的便利 那我們原本是期待如果在台中的捷運 台中的捷運如果可以做好之後呢 是不是有一條可以從大理啦霧峰啦 連接到草屯造中心新春 把整個我們中心園區把它連接起來 這個會對於整個中部地區 會有一個更加完整的一個交通的網絡 對於發展中心新春跟台中市 它才會有一個密切性的一個關係 這是我以上的建議 那就請院長來說明一下 那我剛剛看剛剛提出來的 您的對於中心新春有沒有新的看法 或者是您會延續我們賴院長的這些做法 謝謝委員指教跟描述 對我來說真的 當年在省政府的時代 這是全台灣省的政治中心 真是最繁華最熱鬧的時代 我就剛好恭鴻其盛 那現在北核心就是政府機關 就怎麼樣不要讓公共營造物朽壞凋零 那一方面人員進出 一方面機關也有那個整體的工作性 相關的配合 這應該是這樣整體來考量 至於南核心招商發展等等 那科技部這一方面正做 那希望能夠有更好的成績 至於中核心這個部分就是屬於很多當年 省府員工同仁他的居住 那隨著歲月經過 人年高凋零或者身體狀況 需要照顧正式我們要推動那種長照 地方的長照中心 院長但是你現在也是給我描述現有的狀況 我現在要詢問的是說我們接下來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於南核北核心 北核心這個人員我剛剛提到了 現在有八千多有意願來 那接下來我們詢問完之後 這個我們要把部會 某些的部會跟中部 比方說林業啦 或者是相關的比較相近 跟中部業務相關 會不會把它遷移到中部來 這個是我關心的 謝謝委員 因為這是國發會 就相關的這些部會 所以我請國發會 他現在沒有在場 相關的這些進度跟資料 再提供給委員說明報告 因為我手邊已經有他的資料 但是我要知道是院長的態度 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關注的是 中心心村的整體未來的發展 現在我不是說 我不是指責政府沒有在做 因為現在有在做這些的事項 雖然緩慢 但是還有在做 所以第一個是加強嘛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現有的這個方案 就是只是按照目前的機關 就是在我們賴院長 他指示的可能會讓部會有些進來 就有些的相關所屬的進來 那麼讓這個南核心呢 再加快速度 其實就是現有既有在做的 但是我關注的是 未來中心心村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或者只是按照現有的 就是這樣的進度在做而已 這個是我比較關注的 謝謝委員 有關這個大院長才勢推動 我們會更續進行 那就相關的這些進度 以我一直要求 院長我可不可以請教 如果以你的高度來看的話 中心心村我們應該怎麼樣 來推動他的未來的這種 因為您剛剛講到 他是有他的歷史背景存在的 有他的嚴格在的 中心心村他難得是一個 這麼漂亮的一個城市花園 那我們怎麼樣 站在一個文化保存的角度看 那麼可以讓他活落地方 這個是現有已經在做的 但是我們缺乏一個高度啊 現在做的是既有的工作 但是我們未來政府怎麼樣定位中心 因為現在他事實上他省政府的功能 已經慢慢都是縮邊 縮邊跟人員都縮減了嘛 那麼在人員歸欠跟你的預算都歸零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做中心心村 這個是我關注的 除了說這些活化之後 我覺得院長您站在你的高度之上 應該要去看到的是怎麼樣 讓中心心村一個更大的一個未來性 代表台灣的另外一個不同的風貌 這個我覺得是應該院長您的角度 應該重新來思考的 這個委員當然有一句話說 萬驚不一定萬狗啦 其實很難得呢 中部有這麼大的一個整個園區 這真的不只是一個花園啦 我是覺得這未來 在整個台灣區域均衡 國家發展上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資源保地 那目前就以賴院長所才示的這些梗序推動進行 我們會梗序 那科技部也在就相關包括南區等等這些來做 至於委員剛才也特別提到 是不是捷運交通系統能夠考慮這個地方 怎麼樣子連接起來 那就更促進發展更會有效 那這個我們就相關評估 我其實認為交通會帶來地方的便利性跟環溶性 如果在政府能力跟整體計畫推動上可以的話 我都是認為可以借這樣來帶動地方的發展 好院長因為我的時間不夠了 就是反正我在您會責成其他的部會 不管說是衛福部或者是國發會 包括科技部現在所有相關的 都會投入一定的一個資源啦 那麼來推動 但我相信就這段期間 院長我希望你能夠去思考的是 除了既有的工作推動之外 中心青春應該站在什麼樣的高度 來代表我們台灣的一個文化力 在這段期間 會不會有到的 我們要不要去思考 我們要去思考這段期間 我們在這段期間 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感谢观看